在临床上能够引起狗狗经常呕吐的原因有很多 首先我们需要知道一点 其实病理上的呕吐和我们平时俗称的呕吐是有区别的 我们平时俗称的呕吐事实上分为呕吐和反流两种情况 二者都是从口腔排出食物或消化液 但是发病机理却千差万别 所谓反流病变部位一定是在食道 并且没有呕吐的前腰动作 而病理性呕吐病变部位在上消化道或者呕吐神经 并且有明显的腹部连续收缩的呕吐前腰动作 并常伴随着咕咕的声音 接下来我们来盘点一下常见能够引起这些症状的疾病 具食道症 食道炎 食道肿瘤 食道异物 食道增生 食道狭窄 主动脉弓 慢性胃炎 消化道异物堵塞 慢性一线炎 慢性肾衰 上消化道肿瘤 前腾功能失衡 神经压迫 慢性中毒 食物不耐受 食物过敏 肝损伤或肝衰竭 药物副作用 饥饿 保护反射 等等 由于呕吐原因众多 所以当我们发现家里的狗狗出现这种情况时 建议及时就医诊断